商圈裡頭大批遊客跟攤商 這時一名白衣男 卻跟一旁的綠衣男子吵了起來 兩人情緒激動不斷比手畫腳 路過民眾紛紛回頭看了幾眼 但雙方越吵火氣越大 下一秒白衣男竟然手拿木刀 惡狠狠的揮舞 對方嚇得急忙往後退 其他民眾見到這一幕也都四處逃竄 而警方火爆到場 違規的攤商都跑得無影無蹤 一下說木刀是自己買的 一下又說別人送的說辭反覆 事發在台北市西門町商圈 假日晚間人潮多 卻發生灰刀事件 日前這一名二十四歲的林姓男子 到攤商買臭豆腐 但短暫離開回來後 認為臭豆腐少了幾塊 懷疑被身穿綠衣的林姓男子偷吃 竟然氣得拿起鋼從動漫展 買來的鬼滅之刃木刀 長達九十公分朝對方揮舞 以防保管該木刀 是當日到動漫展 所買的知名動漫的周邊商品 林姓嫌犯有切到前科 幾小時前開心光動漫展還買下紀念品 但這把木刀卻成了他示威的武器 因為一包臭豆腐行為脫序 嚇壞西門町商圈民眾 或許自己恐怕也得吃上行責 TV的新聞環節 我現在慢慢來台北報導 請支持TVBS國際PLUS 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 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